因為今天有個很有趣的獨家 我們先不談郭文貴講對不對 因為他有說對有說錯 但郭文貴說 普丁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北京見面之後呢 然後呢 聊了非常多的事情嘛 對不對 然後呢 習近平還問他說 你準備多長時間拿下烏克蘭 普丁那時候還說 保守一點 保守一點 要一個禮拜 所以他得到情報 可能是三四天嘛 他回答說是一個禮拜 可是後來發現 剉賽嘛 就搞很久嘛 然後郭文貴爆料說 他們每一天 都通三次電話以上抱團群 其實郭文貴這個爆料 我只是一個影子 我想問一下 就你看到 俄羅斯跟中國 在這一次戰爭中 發生什麼樣的質變呢 其實他們一開始 在2月4號冬奧的時候 還特別講了一個協定嘛 就是說我們要一起 就是重申 就是一中原則 然後我們也反對 台獨勢力嘛 然後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對 然後這 其實在那個時間點 應該是他們就是互信 非常互信很強的時候 但是到了一旦開始打仗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 怎麼不是像你所說的 一個禮拜就可以吧 他是保守一點 保守一點要一個禮拜 對對對 一個禮拜 現在都一個多月 到現在都還沒拿下來 對 那中國其實也看到 其實全世界都非常的支持烏克蘭 對 然後也希望就是這個戰爭 能趕快結束嘛 大家沒有站在俄羅斯這邊 對 那中國當然也會緊張嘛 他會覺得 難道我壓錯邊了嗎 壓錯邊了嘛 然後這些經濟制裁 會不會最好到我身邊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 他們之間可能關係開始生變嘛 然後再加上就是其實我們的國安局長嘛 陳明通老師 他其實也講了說 其實也因為這個烏俄戰爭 導致就是中國他們延後攻台的計劃 對 四年 喔 這麼多喔 對對對 一次奧運時間 李將軍你要評論是不是 不能講 這不能講 其實不能這樣講 就是其實我們有萬全的把握 也不能跟全世界或是跟國人宣布說 中共要延後 後來還被英國的報紙引用 對 這真的不能講 即使新中的把握也不能說 所以我每天都跟大家講 我從來不排除明天要開戰 對 這是軍人的想法 一定要這樣講 因為望戰必違啊 對 所以這點我要 不是說他錯 建議啊 對 我說他講得太滿 應該要講得稍微的 收一點 緊一點 搞不好他拿到八年 他講四年 要講緊一點 嘉儀繼續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中國應該也還在觀看 就是全世界的想法跟看法啦 然後他當然也會擔心就是 他自己的計畫有生變嘛 主要是因為這個關係啦 我覺得中俄倒是 他應該還好 還好 非常謝謝嘉儀的解說 我想問傑明哥 你覺得中國會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中國其實有沒有處理 其實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最近俄羅斯的外交部長 他們去啦 去見王毅啦 而且這個事情 訊息是由俄羅斯那邊公佈的 而且還說一句話是 跟中國關係是非常好 你說中國想低調是不是 對對對 但是這件事 因為是由這個 就是非常低調 中國很低調 他不願意把這事情曝光 對 他也不是在北京落地 我記得是在西安落地 沒錯 那這件事反而是由 這個俄羅斯的外交部長 來公佈這樣的訊息 讓王毅被問的時候 他只好說一句話說 對 我們跟這個俄羅斯的關係 還是維持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關係 非常尷尬 那這個消息曝光之後 反應最劇烈的就是德國 德國外交部長 立刻就發布了一個嚴重的聲明 他認為說 中國在政治跟外交 還有經濟部分呢 有支持了中國 支持俄羅斯 這件事情呢 他們也正式發表一件事 要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他是警告俄羅斯 他不是警告中國 他說呢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呢 俄羅斯將來一定是 是中國的小裸裸 就俄羅斯這個國家 原本他可以維持自己 一定的經濟主要權 他現在變惡流強國啊 對 那你這麼的 這麼的去往中國的眼上去貼 那我們也非常確定的消息嘛 是說 現在包括印度 土耳其 還有包括中國 都開始很高興 因為用非常便宜的價格 大量買進了俄羅斯的天然氣 石油跟煤炭 那這個事情 當然看在歐洲眼裡是非常吃味 我們都不能買 你拼命買 而且買的價格還這麼便宜 那交易金額不小 大概預計的交易金額 都是幾千億幾千億 已經美金在交易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呢 德國也會說一句話說 他直接就跟俄羅斯說 你們下次絕對會變成 中國的小裸裸 你這經濟打完之後 你唯一的兄弟就是中國 他也在挑逗俄中關係 但是問題是俄羅斯現在狀況 是真的已經是最後一刻 扶貧就在中國嘛 可是我那 可是從這個 從這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俄羅斯的外交部長 要這樣公開的說明 中國是挺俄羅斯的 一定是他們當時 這個普丁跟這個 習近平談的條件 沒有被執行啊 比如說可能將來 有什麼樣的軍事資源啊 有什麼這個經濟資源啊 還有你要殞落的這些什麼 其他的貨幣啊 還有你包括你一些企業 是不是銀聯卡可以使用啊 銀行可以 我的俄羅斯企業 是不是可以掛到 你們中國企業啊 一定是這個情況下 沒有當時想到那麼好嘛 那你也知道說是美國已經 對中國說一句很清楚的話 你我已經看到了哦 銀聯卡不能給俄羅斯使用哦 那有啦 中國有給俄羅斯理由 他說這個材料不夠 所以說先不發給你 我想說 有什麼材料不夠的問題 因為現在這個全球 全球不夠啊 好那當然 這個事情 當然對俄羅斯來說 影響是非常劇烈的 就是說 你當時所談的 民生用品來賣給我們啊 這麼多的事情 你都沒有達成這樣的一個看法 所以雙方其實德國是要高出俄羅斯 雙方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那也要揭露出這場戰爭裡面 中國其實也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你看嘛 戴琪也不會莫名其妙 是第二次說明哦 你看到戴琪他剛上任的時候 他對中國是這麼說 中國應該要去執行 當時在川普所談論的貿易條件 是用應該 應該就是 You sure you may be 可做可不做啦 對 就是那種非常溫柔婉約的說法 其實當時戴琪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其實有 臉上有點沁煙啦 就說啊 不是台灣人嗎 怎麼這麼老美啊 但是最近的說法不是 You have to 我不知道啊 怎麼猜著 應該是這樣吧 You have to 對 你們必須要做 因為我已經找出三個證據 你們事實上沒有完成 第一是我們勞工是有受到損害的 第二是你繼續有補貼美國的科技 第三是你做的不對整的貿易關係 我們正在認真考慮 跟你的貿易條件裡面 做更嚴格的一個管制 You have to 你們一定要按照以前的做法 那我的說法是已經說 其實某種程度 為什麼戴琪在這時候講這句話 一定是整個 有抓到證據了嘛 然後你知道戴琪還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以前啊 這個跟美國代表 這個貿易代表總署 一點關係都沒有東西啊 這個是屬於是美國商務部的事情 或者美國財政部的事情 就是我們說的 美國最近不是有一個 新的美國的這個關鍵法案嗎 叫做美國創新法案嗎 這創新法案裡面有提到 就580億美金嘛 也包括支柱台灣的半導體到這個 中國去這個 去美國生產嘛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跟美國貿易代表總署 沒有關係哦 他就再次的呼喊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對中國是很致命的 因為這個 這個美國創新法案 它其實目的就一件事情 就是要集美國所有的力量 脫中 哦 脫中 就這麼簡單 脫中 所以你看美國貿易代表總署 要切斷跟中國的供應鏈 對 未來才好制裁 對對對 那這個脫中裡面當然是 就是有三大版本嘛 第一個就是跟歐洲關係越來越密切嘛 第二屆是美國開始自己能夠生產嘛 包括加拿大跟墨西哥嘛 另外就是跟非美國的地方就是印度嘛 是不是能夠連 所以你知道印度 印度是這波股市 連續七天上漲 每天都漲一扒多 是 真的很誇張 現在其實是漲最兇的兩個國家 一個地區一個是拉丁美洲 一個就是印度 好那下一個目標是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是可以完全取代俄羅斯的這個天然資源 各位買股票聽到沒有 傑明哥開示了 沒有基金啦 好這個國際的基金 所以我們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明顯是戴琪跟以前不一樣了 對 戴琪現在變得太多是對中國越強硬 那為什麼戴琪會這麼大的變化 這攸關的 拜託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那個貿易的這個partner 這個任何的動作都可能造成通貨膨脹什麼 很多的事情會發生 他這時候為什麼這麼強硬 他已經看不下去了嘛 你在這個國際間裡面甚至有個密謀說 將來會不會日本可以取代俄羅斯成為安理會 那叫中國同意喔 他是要逼迫中國在聯合國裡面 他要表態一部分 所以中國很尷尬 你的外交部長為什麼莫名其妙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去說你見了王毅 還講說雙方關係是無限修好 我看很累